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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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早上 继续我们的法语初期课 我看现在时间8点57分 我们再等几分钟 有些朋友可能正在赶来的路上 好 我们先看看啊 我的课件 老师早上好 哦 早上好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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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不会说了 Guys我的意思就是说谁呀 因为我这屏幕是看不到你们的 Linda 你可以说 老师怎么说 Bonjour 就可以了 就是Bonjour 一天都可以说Bonjour 只要是白天 只要是天亮 就是Bonjour Bonjour 五六点钟 就六点多钟吧 六点钟以后 到晚上上床之前 都可以说Bonsoir Bonsoir Bonsoir 那个晚安就是说 Bonnie Good evening 不是Good evening Good night 那个意思 晚安 晚安的意思是什么 说完这话回家睡觉了 就是说完这话 紧跟着动作就是躺那儿睡着了 那那个Bonnie 不是晚安的意思 哪个 哪一个 Bonnie 就是Good night 不是晚安 这个晚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一块出去聚会 吃饭 吃饭吃到九点钟 十点钟 最后走了 好了 那就 Bonnie 再见 言外之意 睡个好觉 OK 睡个好觉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Bonjour 基本上我们白天 下午 从早上起床到下午五点之前 我们都可以说Bonjour 只有是黄昏之后 太阳落了山了 你可以说Bonsoir OK 谢谢 OK 好了 现在八点五十九分了 我们开始了 但是这个东西啊 语言这个东西是活的 刚才Linda问的 说到东书 有的同学来晚了 我们说一句 你呢 在任何一个地方 要根据你这个所在地的 说法语人的一个习惯 一个情况 来 来适合 当地的一个 分别 一个区分 有的地方 天黑的早 天黑的晚 这完全都不一样 还有当地的一些民俗 一些习俗 所以说 语言这些东西呢 不是一成不变的 谁也不可能 拿着一个教科书去 去说话 这就太死板了 这是我讲所有的课 包括 讲了这十几年的法语课 它的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你要灵活的去变 这是最主要的 不能一成不变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 我们的法语课 因为早上一开始呢 我要把大家带入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上一节课 我们学过的内容 好 这个我找 我们不找同学了 平常给同学弄的心惊肉跳 那我们带着大家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faç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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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ort effort neuf neuf phrase phrase photo photo 注意这个 他的发音和英语的同样的单词 发音很像 一定要把一下 编念成photo 法语是photo 的音 下面一个就是 拙音 口型是一样的 V Val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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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gon Vagon OK好 下面这个 这个不太好发 就是 就是 我说就叫生理困难 对中国人来说生理困难 但是跨过了这个 就比较好念 而且现在法国人说话呢 除非他特别强调的时候 特别强调说话 Non 他会很 很标准的发出这种声音 一般来说 也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我们初学嘛 我们就说脚往过正也好 还是夸张一点 我们还是这么念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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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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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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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解个例子 那个SER 我们说发的很大 SER 甚至法国人 你可能会被个人 他们说话的是 SIGMA SO 完了 SIGMA SO SER ILE DE SO ILE DE SO 他没有这么夸张 ILE DE SO 很少会这么发 除非就是我说过的 你发的不标准 我告诉你 这叫ILE DE SO 像小孩子一样 好了 下面一个 ER 嘴很圆 可不是刚才那个 ER E A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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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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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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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PE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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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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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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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就是这个 星期五呢 星期六 星期日呢 这个大家看啊 这个说法语啊 说一点抱自己的一些料啊 说法语的时候 这个星期一到星期日 我分的特别清楚 但是一说英语 我这星期二星期四 有时就分不行了 嗯 我不知道很多人跟我学的比较 土豆腐西红柿也是这意思 好了 现在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 把这个练习 大家先念一下 自己先念一下啊 然后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念 请管理员给大家敬一下音啊 给所有人敬音 谢谢 好的 谢谢 李老师一会儿您说话 如果可以自己开门 我先说话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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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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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对吧 最后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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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 感谢观看 好 第一个 我们 就是我们说的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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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以 till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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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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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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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是什么呀 music music 嗯 好像有个小朋友哎 music 好 music是什么意思 看歌 music music 差不多啊 爱边邻居 我们是邻居 好了 下面 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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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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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是什么意思 昨天 昨天 月 眼睛 毕业呢 女孩 女儿 毕业 毕业是什么 跳剧 看电影的电影 或者是我们的发票 等等都可以 毕业 都知道大家 本身这个词我觉得可能就是意大利 传出来的拉丁语当中 好第三个音大家注意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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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的都快变形了这音 为什么这个词 这个词也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一个兵格的词 就是相当于英语的 HIM H-I-M 李锦录老师 麻烦你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强调一下 我觉得我老是觉得两个发音好像都差不多的感觉 你说第一个单词这个夜版和这个他 是吗 对对对 好的都别说话 他肯定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字母不一样 第一个夜里念作女 第二个别说话别人 第一个念女 第二个念女 尼 尼和了的发音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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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isible 刚才有朋友念了Nuisible 为什么不读S而读Z 因为这个S的S的发音 它在两个原音夹着中间 就像汉堡包的馅儿一样 所以它如果是一个S的音 它就念Z 不念S 所以它念Nuisible Nu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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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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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Bonjour 但是这个Bonjour 这个现在的发音已经 很多时候这个喝你都听不出来了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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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Bonjour G G的音已经逐渐被吃掉了 但是G这个发音在单词的前面 还是会保留下来 比如后面这个 H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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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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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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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侯尼克 OK,赫萨特 大家知道赫萨特是什么意思吗? 赫萨特是什么意思? 赫萨特的意思是 处方,配方 甚至比如说你说我有一个秘方 做菜这个菜谱的秘方 OK,我们叫赫萨特 秘方,菜 处方,医生给你开处方 大家如果你到那个在Montreal 到药店里取药 他就要你的赫萨特 这些东西 伊亨尼克 伊亨尼克这个词读起来很有意思 他的意思呢是 很搞笑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 好 剩下哪个意思我看看 剩下没什么了 好了 我们我给大家再给两分钟把这个大家再念一遍 请管理员给大家敬下音 林老师你能把第一行和第三行这个 第一分 你才就有同学会问这个问题 我再念一遍 我好像还认不清这两个发音 这两个发音呢 实际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第一个发音呢 就是怎么说呢 比较中规中矩的 而第二个呢 第三行的那个比较短促 我念一下 大家听一下啊 我第一行找一个单词 然后马上第三行找一个单词 我们对照的念啊 第一行的 第二行的 第一行的 第三行的 别的同学别念 别的同学别念 所以第一行的 都是 而第二行 注意看我口型啊 第一行的都是 然后第二行的 看到口型了吗 区别就在于你这个口型 然后 所以第一行的是 很正常的 而到第二行的 嘴唇马上向两边一扯 这个声音往回一带 所以会有这种滑动的感觉 好像有点变音了是吧 有点加上一个 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有的同学说 翘门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于和于连续连续 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 在你说话说起来的时候 尤其与素语起来的时候 并不能很好地能够去 去变 这是正常现象 好的 练习 OK 好 自己练一下 静音 感谢您专门 谢谢 回忆 front 不是 childhood 操时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呢 我先把有一些个语法的情况呢 跟大家要说一下 包括单词 好了 好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 我们接触的 正式接触的第一个时态 这个时态呢很简单 不要害怕 它是什么呢 它是直尘式的现在式 我们法语叫做胚葬 就是现在的意思 也是用的最广泛的时态 我们就是 英语可能叫一般时吧 没有什么过去啊 现在之分 就是很平常的一个事情的陈述 一个语言的表达 它所牵扯到的 语法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是动词变味 这是基础的基础 核心的核心 OK 那么讲到动词变味呢 我们之前呢给大家提过 有几个特殊的词要有动词变味 比如说avoir 比如说être aller 这些词呢非常的常用 甚至是最常用 出现频率最多的三个词 但是它们的变味恰恰是不规则的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死即硬背 一口气不带大笔的 把它得背下来 有些个特别复杂的词 你的变味呢 你可以打个科班啊 犹豫犹豫啊 而这三个词 想都不要想 我们讲你做梦都得 说梦话都得变对了 OK 那么我们讲 一般时呢 它实际上表示的一种情况 就是一个事物的一些状态 一些职业的 人们的职业 人们的身份 属性 而这种属性呢 有的时候是不变的 它是一种常态 有的时候也是人们的一种共识 比如我们说 我是男的 他是女的 比如说 树叶是绿色的 等等等等 这辆车是红色的 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个状态的描述 或者说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你有几岁了 现在 现在你有几岁了 OK 所有这些事情 刚才我描述的 有没有时态的变化呢 当然有 世间万物 不是一成不变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OK 但是有一些 那话回来说吧 那都太好题了 太长远了 OK 还有一个 就是和英语当中不一样的 就是表示一个 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 那有的同学说了 那法语的现在进行时有吗 现在就我们定义出来 就是就叫现在进行时 我们实际上就是用 现在时来表述 如果我们特别要表明 它正在进行上什么动作 这个动作正在眼前发生着了 那么我们会用一个词组来表示 好吗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几句话 表示事物的状态 性质人们的状态 身份的职业等等 这些东西 还表示一些客观的现象 比如说地球围着太阳转 这客观的事情 比如说地球比月亮大 这些不可明 不可改变的这些情况的事情 都可以用它 第一个句子 La table est blanc La table est blanc 桌子是白色的 桌子是白色的 OK 指的是什么 这张桌子 它用的是 La table 第二句话 Je suis directeur Je suis directeur 我是经理 我是管事的 我是负责的 OK 但是大家注意了吗 这里面呢 它没有写 Je suis un directeur 它这里面的表述指的是 我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这种状态 表示我的直生直物的时候 OK 我不带这个 我是唯一的 OK I lay fatigate I lay fatigate Fatigate是什么意思 累的 哎呀 困倦的累呀 这种状态 困了累了 这是一种状态 Fatigate 好 在这里面大家注意 我特别拿出来第一句话 La double et blanc 在这里面呢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句子的结构 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句子当中有一个主语 这个主语就是 La double 桌子 有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呢 比较特殊 它是以at 做主动词 我们在语法里边把它叫做细动词 不用管它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动词 就行了 就是at 后面是表示这个桌子的品性啊 性质的东西 我们呢 如果你要学这个语言学的话呢 我们一般不会说它是宾语 但实际上它的 它的地位啊 和它的这个状态是很相似的 我们叫它表语 at后面就表语 表示这个主语的这个 性质啊 状态等等的 所以我们会有 句子的结构呢 会有主语 动词 还有一个 编语或者表语来构成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结构 好吧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结构 同样我们看第四句话 Bernard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Lily écoute la radio OK 好 那么这句话就是特别明显的 主语 主语 动词和编语 主语是谁 Bernard 人名 Bernard Lily也是 动词呢 大家注意 动词 regardé regarde écoute 是什么意思呢 regardé的意思是 看 相当于英语的 watch look 等等这种 egouté 是听 用耳朵去听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贝尔纳 在看电视 Lily在听广播 好 最后一个 就是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了 gues que du fait maintenant gues que dufait maintenant 这句话什么意思 谁知道 what are you doing now 是的 你在干什么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在干什么 ok moi 我吗 J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我在看见诗 moi 就是me 有的朋友 现在我看了一个在查听里面有的朋友问了 la double est blanche 喂 la double est blanche 我写完了 我怎么给杀了 la double est blanche 为什么 那是阴性词 yes 它是一个阴性 等会儿啊 我来回去了 la double是阴性的 ok 所以有同学说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形容词也要分一样性吗 yes 要分 因为他是 他的作用是修饰那个名词 他的主人都有性数的变化 他为什么没有呢 不仅有性数的变化 而且还有什么单复数的变化 如果这不是这张桌子 我说这些桌子全都是白色的 这句话谁会写啊 然后我写一下大家看我写的对吗 对吗 对吗 还有 是 后面都应该加个 s 喂 sassi la problem sassi la problem 大家注意 法语的书写比说话复杂就在这 lidab和lidab 在发音上dab的你是听不出来区别 他都是一样dab的 就因为他加了个s 但是s是辅音字母在结果有个发音 同样blown也是这个问题 你加了s 你如果说 我把这个复数我给你念出来 那你就错了 明白这意思吗 朋友们 好了 这个这个这个 下一个下一个啊 下一个 第一组动词变位 我我记得我讲过吗好像 我讲过吗 讲过 讲过 我记得讲过 对吧 呃 再再重复一下吧 第一组动词有个明显的特征 它的结尾是 rf 但是这个话 要反过来说啊 第一组动词全部都是以恶爱和结尾的动词 正确 以恶爱和结尾的动词全部都是第一组动词 不正确 有的恶爱和结尾的 他就不是第一组动词 阿泪 阿泪 阿泪就不是 就气死你 他就不是 当时我们同学说 这用的这么复杂的词 用的这么频繁的词 为什么不是第一组动词 法官累不累 法官累呀 法官当然累了 你看法官的历史多乱 对吧 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 第一帝国第二帝国都多热闹 对不对 他们自己有什么懵 对吧 所以 战斗不息革命不止 好了 那么 把rf去掉 后面呢 加上r rs rr 还有后面这些个组合 读音怎么读 大家注意 我以这个巴赫雷为例 r bahle 很轻的音 bahle 变成bahle 为什么呢 那个rf结尾 我们说发a的音 现在变成了一个r 在结尾不发音 但是他让他前面的 那个复音字母发了音 bahle 那么 我告诉大家 一个窍门 第一组动词 我就说第一组词 别跟我说所有组词变味 那太容易了 就是第一组动词 而且是大部分 不是所有的d组 大部分的 第一组动词 他的第一人称 单数 第二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单数 没有第四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复数 的发音 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偷其取巧 只有 nu和v 这个发音 和其他不一样 所以你可闭着点说 re bachle 对 bachle il bachle el bachle 没问题 nu bach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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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 i la bachle 想不想 i la bachle i la bachle 所以 那六个发音 都是一样的 re bachle 对 bachle il bachle i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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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hle 到了 nu和v nu bachle nu bachle 没事了 这动作变味多简单 但是写的时候 可不是了 写的时候 第二人称单数 后面要加个s 而 第三人称单数数数 得结尾 是 ok 好了 那么有没有特殊情况呢 好了 就哪位同学 听一下音吧 好啊 我饿了 嗯 好了 我饿了 李老师 我全体定音了 您可以开进 我看到了 好了 那么 有没有特殊情况呢 有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是这两个 大家看 gomo c 开始 gomo c的发音 它因为是结尾 这个 那个辅音字母 是c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在读nu的时候 如果不加上一个软音符 它会发成 nu gomo 那个词 对吧 那个词 在法语当中 不好的词 骂人的话 所以我们加个软音符 让它也念 gomo c 所以呢 你看它前面都是 gomo c du gomo c il gomo c el gomo c nu gomo c 你想读出了 gomo c 你在书写上 就得下上 那个小尾巴 小磕 gomo c il gomo c el gomo c ok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另外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voiage 旅行 旅游 因为它最后的结尾是 je 同样 你如果看那个nu 第一人称附属 如果你不加上r 它的发音也不会发成r 而是发成功 都是骂人的话 所以 voiage du voyage il voyage el voyage nou voyage nou voyage il voyage el voyage Valà 第一次从此变位 就这些 ok 唯一两个特殊的 还是为了发音 但是特殊在哪呢 书写上 这个不要忘了 好 这是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动词的动词变位 是avuage 我就在这里不跟大家再多说了 但是上面这个词 大家要掌握一下 稍等 我把这个字号调下一点 好 就是 faire faire 就是英文的du 用的也非常广泛 但是它的发音呢 也会有一些区别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 自己念就行了 不用 还是静音 还是给大家静音 je fait je fait du fait 注意这个发音 就是刚才我们发音练习里学的 e neuf zon u fait il font el font je fait du fait il fait el fait nous faisons u fait il font el font 说 李老 你怎么背那么熟啊 是啊 18岁就开始念这个词 念到现在 做梦都念不错 嗯 我怎么办呢 念呗 反复的念呗 没事的时候利用自己碎片的时间 就练动词变位 对吧 好 我们 这几个动词 我今天给大家动词变位都要会啊 雷打不能动 包括这个 être 看到了吧 avoir être avoir faire 还有这个 commencer voyager 包括parler 还有我们 这个词 regarder 动词变位都要会 regarde du regard 如果你知道我给你那个小窍门 那前面三四几个发音 你想都不想 反正都是 regard 你把 第一个 re的变位 读出来了 就差不多 没问题了 好 看一下单词 单词大部分都ok了 看看 对 是这个词文 好 我们念一下 du du mondu mondu 法国人感叹词 我的天哪 这什么事啊 mondu shangdi 天哪 ok 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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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n sûr bien sûr maintenant maintenant midi midi rendez-vous rendez-vous pandéon pandéon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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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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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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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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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n sinon m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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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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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几个词 要说一下 最后一个词 这个ba 和法语 那个否定的词 ba 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 他这里面 是脚步的意思 大家分清楚了 不是否定的意思 ok dew 我不说了 上帝 英语 god 肯蒙 就感叹词 不说了 gah 这个也不说了 就是四分之一 一刻钟 十五分钟的意思 别随和我们常经常会用 别随和用的非常多 有点理所当然的意思 当然是了 英语的of course的意思 但是这个别随和精词 有一种就是 这大伙都知道 是你怎么不知道呢 有这种小小的味道 mantan 现在 midi指的就是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钟前后 ok 其他没什么了 其他这个arrivi 这是一个动词 第一组动词 所以需要大家辨位 下次上课 我们就看看 考考动词辨位 下次考考动词辨位 然后呢 课文 我们下节课 再跟大家讲 好吧 那我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了 刚好到点九点五十九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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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week